在天王寺區這裡, 能夠駕馭火的 從來不是烹調技術 木下先生用他在西班牙生活期間 領悟到的生活哲學 創造了這個迷你的空間 西班牙人的特點是 時間觀念很…很闊的 性格也很開放, 這兩點改變了我 是 除了變化, 沒什麼是永恆的 雞串的味道, 每分每刻 都在這裡提醒我們這個事實 請盛盛 師師, 接下來是什麼? 接下來是砂釣 這個有一個三十秒定律 三十秒定律? 對, 不管, 先吃 沙桿即是雞鎮, 你們說神嗎? 雞鎮, 我問過十個人 有八個人都覺得是神的 但其實他不是神 是什麼? 日文說是沙桿, 但其實是沙狼 你當是胃的其中一個部分 一個用來消化的器官 已經過了三十秒了, 然後咱們吃下一顆 什麼三十秒? 隔三十秒, 咱們嘗一個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雞鎮那個東西 它原本是很小, 它沒有那麼大 它通過烤製, 它會越來越大 然後裡面的水分也會積染在裡面 你如果放太長時間, 它的水分就會立刻流失 然後你這個雞鎮吃起來很乾, 然後很硬 就沒有第一顆那麼軟, 脆 第一顆跟現在第三顆 第一顆是脆一點, 多汁一點 更加多汁, 對 我夠三十秒, 吃下一個 來, 看 有沒有再感激一點? 它好像越來越… 縮水… 本來突然是這樣 縮水… 對, 然後這樣 其實它第一顆跟最後的顆 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我們說了這麼久之後 日本食神, 並不是浪得虛名的 三十秒定律, 吃這個沙郎 雞鎮 是… 粉液這個是… 這個是真雞神 雞神? 比較罕有和珍貴一點的部位 如果是全燒界來說 這個沾一點, 香蕉粉會很好吃 來, 吃了 加了生抽粉, 很好吃 它跟我想像中的雞腎很不一樣 我懷疑從小到大 我媽媽給我吃的雞腎 也不是雞腎 是否給你沙腩了 對 它很軟, 軟得有些介乎在雞腎 還有少許我們吃雞腎的中間 但偏雞腎多很多, 因為它很軟 很像雞腎, 但它不是雞腎 它是雞腎 這也是在日本非常受人氣 受歡迎的部位串 本身量非常少 所以才出現的時候 我們誤會了沙郎是雞腎的情況 因為真正的雞腎 就像夢幻部位一樣 你不是那麼容易會見到它 真的嗎 我現在要重新認識雞腎 對 還是大家一直都被街市的姐姐欺騙